我们现在讲第二种类型的曲线积分 就是向量形式的曲线积分 就是Line Integral or Vector Field 那么它的来源是 我们可以看一个实际问题 就是work down by force along curl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沿着这条曲线 我们有个work 这是Fxyz 那么我们这个force 我们沿着这条曲线 我们拉东西 从这一点拉到这一点 那我们问他做了多少工 我们知道如果是 在一条直线上 我们work 我们是他所做的工是F 我们可以写成它的长 它的D的大小乘上cosθ 再乘上这个长度 再乘上L 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是V的话 而它的单位向量是U的话 那我们这个work应该是F 可以写成这是F的长度 V的长度 再乘上cosθ 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但是我们现在是这个 因为这个force 在每个地方是它force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 这是个curve 也不是一个直线 不是一个stretch line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 它所做的work 那我们做的方法是 我们跟我们前面一样 我们把它画成非常小的 一段的 一段一段的 非常小的 一段一段的 那我们在一小段上 在这一小段上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 这个force是一个长向量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一小段上 它可以用我们 这一小段上 我们可以看它 看它是长向量 然后我们它 我们说沿着直线 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可以在这一小段上 我们可以看它是直线 那么最接近这一小段的直线 是它的tangent line 是它的tangent line 那我们用单位向量 来算 那么这个 f 我们.tangent line 因为tangent line是unit vector 是unit vector 我们可以用i来表示 我们开始可以这样子写 我们开始可以这样子写 x i 星 y i 星 和 z i 星 因为我们在中间是 取任何一点 因为这个很小的很小的范围内 所以它变化也很小 我们可以取任何一点 作为这个我们这个force它的大小 然后 然后.t t t就是它的长度 那么相当于 我们知道 f 如果 到底一个u 的话 u 如果是单位向量 它这个就正好就是 等于f的长度乘上cos θ 那么你可以说 还要乘上u 因为这 u的长度 这个是等于1 所以就是 这个样子 就 这只是它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那么乘上这个方向 在这个 f.t 是这个方 在f 在这个tangent line 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然后它乘上它的长度 这一小段的长度 就是delta si 你所走的路程 就像在这里一样 你这个长度是l 这个是在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f的长度 乘上cos θ 在这个方向上大小的分量 那么你沿着t 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分量 然后再乘上它的长度 它所走过的长度 长度是delta si 那我们在整个 整个沿着这条曲线 所做的功能 就是每一小段上 所做的work 我们把它加起来 好 那近似的i从1到n 这是f 我们xi y i z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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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地方的 t 然后 delta si 那我们把这个区间画的更小的话 那就是近似程度越高 那么最后我们离每个区间都趋近零 离每个区间的大小 它的长度都趋近零 实际上说是 我们可以说是 Limit delta si 区间零 i 从 1 到 n 它是等于一个球极限 delta s 区间零 这不用 i 了 或者是 n 区间无穷大 sigma i 从 1 到 n f x i 心 y i 心 z i 心 然后再 dot t i 再乘上 delta si 那我们那我们又发现跟所有的积分一样 这有个 limit 有个积分 所以我们把 limit 和积分 n 我们放在一起 我们就 就是这个 line integral 这个是 f x y z dot t 然后 ds 这是等于 limit delta s 区间零 或者 n 区间无穷大 求和 i 从 1 到 n 是 f x i 心 x i 心 y i 心 z i 心 那这个是我们给出的定义 定义 定义 一个向量 关于一个向量长的积分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limit 和一个 summation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它的定义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计算 那我们这是 ds 这又是 t 那我们在计算 我们要怎么样去算 我们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 这个是我们算的是 tangent line 这是单位 unit tangent 因为我们知道 t 是等于 dr ds 所以 t ds 所以 t ds 就等于 dr 所以这个我们 line integral 我们也写成 l ts.dr 这是 所以我们这个 line integral 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 f dot dr 那么又因为 r 是等于如果是我们写成参数方程的话 它就是 x t y t z t 那么 dr 它可以写成 dx dy dz 或者是等于 dx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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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dx dt 和 dx dt 再乘上一个 dt 所以这个 line integral 我们有时候也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 f 1 x y z d x x y z d x 加上 f 2 x y z d y 加上 f 3 x y z d z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成是什么呢 l 我们是 f 1 然后是 dx dt 再乘上 dt 再加上 f 2 dy dt 再乘上 dt 再加上 f 3 d z dt 然后再乘上 dt 那么它的计算 我们相应的就有三种方法 真的到了 有三种情形吧 三种方法 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如果是 r 写成 r 写成 rt 这个 line 要记得是这个 line 是 rt 我们是 x t y t 和 z t 而 t 是从 t0到 t1 要记得 这个方向是 这个方向是有 是有方向的啊 这个是 如果是我们是这个方向 这个是 t0 这是 t1 那你沿这个方向 就这里 那么就是 t0 就是下限 t1就是上限 如果是反过来 那么 t1就是上限 t0就是上限 t1就是下限 t0就是上限 t0就是上限 那这个时候 它的 line integral fdr 我们可以写成 这是 从 t0到 t1 f1 f1 乘上 x 关于 t 的导数 加上 f2 乘上 y 关于 t 的导数 加上 f3 z 关于 t 的导数 然后把 f 大的f里面 xyz 全部换成 t 的函数 这是在空间中的情形 那么如果是平面 平面的参数 function 它是xt yt t 也是从 t0 到 t1 那么 这个line integral f.dr 那么也是从 t0到 t1 这是f1 f1 这是xt 我们把 x都换成t的函数 x和y都换成t的函数 然后再乘上 x关于t的导数 加上f2 这是xt yt 然后再乘上y关于t的导数 然后再乘上dt 要记得我们有方向 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计算 那么如果L是写成y等于fx这种情况 x是从a到b f1 dx加上f2 dy a到b 那我们要把dy换成dx 所以是从a到b f1 dx 加上f2 然后是 呃 再乘上f 关于x的导数 再乘上dx 我们是这样计算 我们看一下 呃 用参数方程给出的和用这个graph给出来的情况 它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看参数情况下的这个立体 我们 evaluate 这个line integral fdr 嗯 f 它是等于 xy y 然后是 y z 然后是 z x n l 是 rt 等于 这是t x等于t y等于t的平方 z是等于t的立方 t呢 是从0到1 t 那我们看 这是用参数方程给出的 这个l是用参数方程给出的 所以我们的解法 所以我们的解法就用参数方程的方法来算 因为rt等于这是tt的平方和t的立方 所以r关于t的导数 2 也就是直接算dr 也就是直接算dr吧 所以dr它是等于 首先是 那就是1 2t 3t的平方 好 dt 或者说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里写出来fdr 对 就是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算 或者说把 把 把 用微分跟这个 导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写成r关于t的导数 然后dt 好 那么我们一般的 用参数方程的情况下 我们是用这个公式 我们给出来 当然说 在具体的情况 我们 我们可以给出不同 具体的 不同的具体的方式 好 那么我们积分 fdr 那么t是从0到1 它已经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了 方向是0到1 那么x y z 和z x 这是f 我们dr dr是1 2 t 3t的平方 然后dt 然后我们把 xy 都 xyz都用t 带进去 带进去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个line上 t x等于t y等于t的平方 z等于t的力方 所以 x乘上y是t的力方 y乘上z是t的五次方 z乘上t的四次方 然后是dot 1 2t 3t的平方 然后dt 然后我们把这个dot product 我们把它算出来 就是0到1 t的三次方 加上2t的六次方 加上3t的六次方 好 dt 所以说 4分之1t的三次方 再加上 7分之2t的七次方 再加上7分之3t的七次方 啊 这两个是7分之5 可以合并起来 因为他们都是t的六次方 所以说 这两个是5t的六次方 所以是7分之5t的七次方 好 从0到1 4分之1 加上7分之5 28分之7和28分之20 所以是28分之27 好 这是我们在参数情况下 给出的是参数方程的情况下 我们去求这个 Line Integral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立体 我们看第二个 Find the work 我们刚才讲了的 Find the work done Find the work offended Find the work of X Curve the line,就是一个straight line from 1 0-1 to 0-2 3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L,我们要用参数方程给出来 我们看它的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Vector OL 是,那我们用后面这个,前面这个 后面这个,前面这个是-1-2和4 所以这个line,我们可以写成是 x等于-t加1 y等于-2t,z等于4t,再加1 那么t是从0到1 我们可以这么写 t from 0,从0到1 因为这个是前面这个点 代表t,代表t等于0 因为t等于0的时候 x等于1,y等于0,z等于-1 当t等于1的时候 这是变成0-2和3 那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我们 r关 t的导数 或者说,我们把它写成rt等于1-t-2t和4-t-1 那么r关 t的导数是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direction 其实,其实就是-1-2-4 因为这是,因为,因为,因为它的strait line strait line 所以它的tanent vector都是,都是同一个 那这个line integral f dr 我们知道这个work 就是f.dr 在求积分 那么t是从0到1 f是x加上y 然后x-z z-y 然后dot-1-2-4 然后dt 0到1 x加y x是1-2t 再加y 就是 再乘上-1 x加y是1-3t 然后乘上-1 3t-1 这是x加y-1 那么x-z 就1-t 再-z 就是2-5t 2-5t 2-5t 2-5t乘上-2 那么再加上2 5t-2 那么z-y x是6t-1 再乘上4 乘上4倍的6t-1 然后dt 我们把它合并下 我们把它合并一下 3t 10t 24t 24 27 37t -1-4 4-4 -4 -4 再-4 -4 那么-9 然后dt 2分之37t的平方-9t 再从0-1 是2分之37-9 9 9是2分之18 所以是等于2分之19 这是它的work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 用 用 用 这个 graph 给出来的 用graph给出来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嗯 先找一下 xy 我给出一个graph 给出来的 嗯 找一下 我们evaluate evaluate 我们L是2x L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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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于 x平方 L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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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于 X平方 嗯 FORM X平方 00 to 11 這樣一段 好 00到11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直接令X就等于T了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理解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给出了公式 那么也就是说X,那么它的方向是这样 所以它是Y,L是Y等于X平方 X是从0到1 所以这个Line Integral 我们可以写成是什么样的 那么就是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RX,RXY和X平方 DOT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我们可以写成R等于X和X平方 或者说你要把它X等于T的话 可以写成这个T 然后T的平方这种 那我们就用X和X平方这种 我们知道,这里就是 我们是,那么DR可以就是1,2X,然后DX 好,我们前面这里要记得是这个样子 那么Y都要换,DY就换成FX导数再乘上DX 然后把Y本身要换成X,换成FX 所以这里的Y,X是从0到1 然后这里的Y要换成X平方 所以是RX的立方 因为乘上1 再加上X平方乘上RX 所以是RX,也是RX立方 然后DX 所以是从0到1,4倍的X立方 DX,所以X的四次方0到1 所以是等于1 这是我们如果是给出的是Graph的情况下 我们是用这个方式给出来的 这是我们的Line Integral 是向量场的曲线几分 它的Line Integral 那我们的计算也是分三种情况来计算 跟我们的ArkLens的这个计算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啊 这个是跟方向有关的 跟方向是有关的啊 如果说我们 如果说我们这个反向的话 那它的它的这个积分的这个符号要变 好,那我们向量场的曲线积分 我们就讲这么多 好嘛 好 谢谢大家